在台北市的時刻 最近一直有看到爪 當地的立場就表示 這幾天有民眾在家裡抓到爪 也有看到有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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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人就說 有風車這幾年 都有人會去那裡挑工獨家獨家 台北市的董博處是說 因為最近天氣也變比較爪 爪都會收出來 總共有看到要看更通報 哎呀 又疼疼的 在站在身邊聽附近是抓到獨家獨家 台北市的時刻 最近幾天一直團出 有當地的機民在家裡是附近的環境 看到爪 機場又包括有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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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的民眾說 拜日不聽到處比大聲話說 有人在押風爪 也有機民說 如果是拿過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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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還是講的啊 從這邊掉下去啊 就有一條屍的那邊啊 那有上個月 上個月 對 在家裡面 沒有就在這裡 在菜園裡面 對 那大概多大只 大概三 三尺 兩個汽車車過去看看大聲 有蛇 然後這兩個就加速跑掉 然後我們就很激動跑上去找 有蛇嘛 看一下到底是大隻小隻 然後跑上去就沒有看到 理論說這幾天已經接著李明 歡迎說 當中是兩三隻爪 其中兩隻在民眾處理得到 會有民眾賣戈 來西亞島押風爪爪 根據台灣所有 動部保護協會的資料 方向做的地點是包括 忽然間同時間大量出現 十幾隻 二十隻才有準算 不是幾天看到兩三隻就是 陷阱有等級不同留在的分 譬如說 嘴那邊沒上 活動六百的頂頂 到上下倒是給人 給丹水和高火 穿這邊完 客補的環境常會有著 一條是動保處處理掉 一條是均勻處理掉 請不要再拿那些有毒的蛇來這邊放 今年開始到現在 總機貨爆有無期 捕獲的蛇之物種大概都是抽筋母 那個只有一案是這個眼鏡蛇的部分 動部處境調說 最近幾年都接到通報 說25人在下倒壓風爪 但是目前還沒有實際查到的狀況 也提市民眾最近氣溫回省 會造成抓入的滑洞增加 如果發現有抓出現 可以通報市民熱線一九九九 會派人協助處理 記者綜合報道